1900年蒙古国两个牧民在眼前这座岩石底下避雨时发现石壁上满是看不懂的石刻文字 之后在蒙古国的考古专家和中国内蒙古大学联合实地考察下惊喜发现 这竟然是汉朝时期大文豪班顾索利的磨牙石刻风艳然山明 刚开始发现整个石壁上的字迹历经2000多年大部分已经风化严重根本看不清 在确定这不是蒙古文的时候 随行的考古专家利用纸张踏印的方式请古文字专家对石刻文字进行解误 后来发现这是一种汉利的石刻文字 全部240个文字清晰记载了公元89年 也就是汉朝时期大将军窦县率领大军大破北匈奴后 在燕燃山举行庆祝仪式时让随队的史学家颁顾索利的磨牙石刻 以此让后世永远记住这里曾经是我大汉的僵徒 燕燃山之战是有史记载的一场重要战役 西汉时期匈奴强大起来屡次进犯边境 大将军窦县奉命前往燕燃山也就是现在蒙古国杭爱山和匈奴北缠于发生激战 最终窦县率领勇猛的汉军斩杀北匈奴一万三千多人 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 来想者多达二十多万人 此次战役之后 北匈奴的势力逐渐衰弱渐渐地向西元系 并不再骚扰我北方边境最终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 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史书后汉书窦县传中清晰记载了碑刻的内容和这一过程 此次发现的摩押石刻文字和史书完全吻合 这也就意味着如今的蒙古国燕燃山地区在以前就是我汉朝的疆土 燕燃山时刻从唐宋时期就为文人默克广泛传送 比喻边关打胜仗 然而燕燃山时刻年代太早优为于莫北 后代人都以为只是个传说故事 此次发现也再次印证了流传了两千年的史书故事是真实的 而且这一时刻文字是史学家邦故流传下来唯一的真迹作品 如今我们再次来到这座历经两千多年的实弊面前 虽然字迹模糊物是人非 但当年这荡气回肠的文字内容时刻在向外族昭示着 放我强悍者虽远必诛的决心